大家好 我今天找了好拍檔周浩鼎和Hoden 來和我們一起做節目 我今天特意找周浩鼎 因為他今天去了美國領事館請願 大罵了特朗普一大場 所以我特意找他和大家分享 究竟發生什麼事 節目開始之前 我希望大家也支持我和周浩鼎 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Like我們的Facebook 多點留言和分享 給多點Like我們 所以9月6日希望大家都記住 投票在新界西投票支持周浩鼎 新界東也希望你支持我陪伴 多謝大家 喂 浩鼎你今天去美國領事館做什麼 大家知道今天很多市民都很生氣 所以我們今早就和幾位成員 去了美國領事館抗議和譴責特朗普 竟然昨天將香港自治法案簽署 其實公然干擾我們香港事務和干擾我們中國內政 當然不是吧 但我今天除了譴責他這件事 我簡直表明是很愚蠢的行為 為什麼我說他很愚蠢呢 大家看看他這個自治法案 根本你做這件事去改變我們和港美之間的商貿關係 和他裏面的處理和操作呢 根本是傷他自己的 大家知道呢 美國在香港每年賺取的貿易順差是三百億美金 相反我們在他身上賺的呢 其實相對的額是小很多很多倍 其實真是傷美國自己的經濟利益 但你竟然要做這麼愚昧的手法去干預別人的事務 自己又沒有得益 你自己還要傷自己 你又是不是傻啊 做了這麼愚蠢的事務 所以今天就去罵他抗議 上次EQ你和我一起去做個請願 上次他不收信 這次呢 這次不是一樣 心虛就繼續是心虛 今天繼續堅持不收信 就只是被我們罵到他 即是說他都沒有面見人 所以就連信都不收了 你想想吧 民主大國和 言論自由和 尊重民意和 說一套就做一套 是不是 我們上次有這麼多人簽名 他又不敢接信 今天呢 人家來抗議他 他又不敢接信 是呀 怎樣第一大國 是不是 還有呢 其實呢 他們這些這樣的法案 真是衰得沒有人有的 大家記不記得 這個什麼香港自治法呢 是真的要多得誰 當然多得那些漢奸 黃之鋒那些人 經常去美國唱衰香港 又支持一些暴徒 唱到香港有那麼衰得那麼衰 然後就叫美國的國會 去通過這些香港自治法 什麼人權法案等等 說要美國人制裁香港 終於讓他們成功爭取了 現在連特朗普都簽了這個 所謂香港自治法 名字都改得衰過人的 什麼自治法呢 香港什麼自治呢 香港不是一個國家來的 我們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 我們是一個特別行政區 我們有高度自治 但是不是完全自治的 你現在為了這個國安法來簽這個香港自治法 來去制裁我們香港 很離譜 你美國那麼多國安法 多少條呢 他美國國安法 至少超過20條的國安條例 他美國有20多條的國安條例 他的國安條例辣到不得了 可以截取通訊 你說什麼 偷聽你的電話 他連外國的總統那些 他全部都可以截聽的 他什麼都做得出的 為了反恐 是不是 但我們什麼都說不行 現在還說 如果這個行政命令 就說什麼呢 就說 首先 美國就暫緩港美的移交逃犯安排 但是 我們香港的逃犯去了他那裡 他不移交 他那些逃犯來了香港 我們就要移交給他 這是什麼意思 就是你要人我就要服從 我問你拿回那些暴徒來審 你就幫他提供保護審 或者幫貿道敵 其實就是幫那些暴徒 準備幫他們走路 好受 其他那些什麼旅遊簽證 你以為我們很願意去美國開遊嗎 不開遊 你最好不要 以後中國人都不去美國 我看你叫不叫救命 出口那方面 剛才周浩鼎都說 多愚蠢 香港千多間美國公司 每年賺我們香港 三百億美金 你就不要 科研教育 你自己又說這麼支持 科研教育 現在又要停止這些科研教育的合作 就是多餘 然後最壞 他就說 會實施對某些人士和機構的制裁 包括凍結資產 如果他制裁那些人 跟銀行有關係 說連銀行的運作都要影響你 即是怎樣 他現在就未宣佈過名單 但是他們就說 可能會制裁什麼林鄭月娥 那些什麼 恐嚇我們 製造韓蟬效應 想我們收聲 我們會不會為了這些行政命令 為了你要打擊我們 香港和中國的發展 我們就會屈服 我們當然不會 即是都不知有什麼好害怕 又不是個個很稀罕 說在他那裡有什麼 或者要去他那裡 我真是不知有什麼好害怕 不過他又不知為何 為何聲大甲顎 出條這樣的行政命令出來 所以你說今天真的特地都要走去 一定要 都是雷聲大雨少 雨點少 其實美國憑什麼干預我們香港的事務 雙重標準 總之就充滿虛偽 這個情況 正如阿EQ你剛才說 其實他們自己本身國家安全 全部是非常嚴厲嚴格 到我們要講國家安全的時候 他是馬上走來指手畫腳 老實說也都無視當日的黑暴 暴徒被他稱之為是和平示威者 等於視而不見 但他現在美國自己的美麗風景線 都不知多美麗 他們自己內部都搞不定 種族問題又那麼嚴重 人權問題又那麼嚴重 現在疫情還有一鍋抱 現在美國二百多萬人 有新冠肺炎 每天死幾萬人 這麼嚴重 每天死幾萬人都不知 總之很嚴重的狀況 我覺得他想轉移視線 因為特朗普想連任 他現在要選總統 但自己搞到美國一鍋抱 所以他想轉移視線 賴什麼都賴我們香港和中國 疫情他想賴中國 說新冠肺炎是我們中國害他的 他們以前那些流感 也是美國發現先的 全世界死那麼多人 還有愛知病也是美國出現先的 全世界死那麼多人 我們有沒有人說要追究美國責任 我們沒有做這樣的事情 病毒到處出現都可以 上次雷曼事件 你美國搞到一鍋抱 累到全世界幾多人破產 或者沒有全副身家 我們有沒有去追究你美國責任 我們沒有時間和你算帳 你來和我們計數 所以只想轉移視線 毀過於人 另外為何要搞我們香港 原本你都是支持香港的暴徒 來搞亂香港 想用我們香港 拖我們國家發展的後腿 這些把戲 匹匹的手段 就是專門是這麼虛偽的美國總統 才做得出的 所以今天他簽了這個法案 當然是虛偽 也雙重標準 既然他又不敢出來接信 那都是在所有媒體面前 揭露他的虛偽 不過無論怎樣都好 我們就一定 我相信 無論他做些什麼 這些荒謬行徑 都不會動搖到中央政府 要保護我們香港市民安全 和維護我們國家安全的決心 所以請他就省一口氣了 不要想透過這樣就可以搞到我 是的 我們一定是堅決支持 我們香港的國安法 和堅決支持 就是我們中國的主權 沒錯 我們當然不要讓這些 美國佬在這裡搞亂我們香港 所以希望你們 都繼續支持我們 為大家發聲 沒錯 今天立法會又搞到一碗譜 今天就打中打中 都不知道打了N那麼多次了 我們還有十條法例趕著通過 全部都是對經濟民生有很大影響 但是那些攬炒派 今天就不斷地點算法定人數 搞到現在都是通過非常之少的法例 我們明天晚上八點至十二點 繼續開我們的立法會大會 希望有機會通過多少得多少 但是大家就會看到 他們就是玩立法會 對他們來說 這是一個玩樂和發洩的場地 完全不是為香港著想的 所以大家還想不想 讓這些攬炒派的議員 繼續攬炒香港呢 如果不想讓他們繼續攬炒香港的話 你也想救香港的話 記住9月6號投票支持我們 新界西支持周浩鼎 新界東請支持我各配法 多謝大家幫我們把片傳開好嗎 多謝你 拜拜